你什麼車 我都在安全車 你不要在那邊晚上發神經病 雪碎那一台黑色轎車 就這樣停在道路上 駕駛完全不顧後方車輛 直接下車拿著手機錄影 來照車牌 我告告 我就告你 我就告你 來來來 現在報警 現在給我報警 錄影男子大喇喇的在隧道裡遊走 還怒嗆對方報警 過程顯像還生 你剛剛罵什麼 我跟你講 絕對跟你報警 你剛剛罵什麼 30號凌晨3點28分 五星男子行經雪碎18.6公里初時 前方黑色轎車車速較慢 他閃大燈提醒加速 沒想到對方去刻意放慢速度 逼他將車停靠在內側車道 雙方在隧道內僵持一分鐘才離開 他開很慢 後車有人閃我燈 然後我閃他大燈 他依然沒有提速 所以我在多閃了他幾次大燈 就把車醒下來攔車 找尋原拋文的駕駛人 提供相關影像及佐證資料 以利通知雙方到場說明 B車駕駛表示一路都用95公里時速行駛 但對方還是覺得開太慢 不斷閃大燈 造成他眼睛痛才會停車 根據法規駕駛在行駛途中任意解速刹車 或在車道中停車 最重可開罰24000元 並吊銷駕照三個月 命中千萬別以身釋法 記者林醫生黃玉涵一覽報導 並非要求您的身材 讓您的身材